《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六四之後的《向左望》 跟大家說回當晚的一些觀察或情況之外 其實長毛也想說回和社民營有關的一些遭遇 大家都知道六四當晚有幾十人 因為要去北角警署示威而被捕 其中一個就是向警方施壓 就是到底你想怎樣 你如果是高就高 不高就不高 否則可能就不給擔保 就逼他到底他又不高 警方扣留人只可以48小時 這件事過了 那些人就說無條件釋放 但到底甚麼叫無條件釋放 現在都不是很清楚 我都沒有時間問他們 但今日社民有另一位朋友被拘捕 很好笑的 就是在去年十月曾蔡英權 去立法會做施政報告的答問大會 之前就是剛剛進去之前 就有一個遙控的直升機仔 就在他頭上盤選 當時就亂了陣腳 就不料了之 現在事後警方就捉了一位 社民連的成員 就這樣說 就是他也是有份的 就說要驗他的子母 和飛機的子母不吻合 這其實已經是秋後算帳的次序 因為現在已經是八個月了 差不多八個月 很明顯現在特區政府 自從曾偉雄上場之後 就是全力去拘捕 可以拘捕的人 就這麼簡單 這個秋後算帳很明顯 剛才長毛都說過 其實現在警方都盡力 或盡量將一些 可能和政府有所謂瓜葛 可能是示威的時候 可能所謂衝擊到一些政府官員 又或者甚至在公開場合來講 有一些所謂衝撞的時候 警方都盡量透過一些行動 似乎好像專門要警告社民連 或者甚至警告一些 對政府 所採取一些示威行動的人士 不要再搞事了 當然其實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特區政府去到警方 其實應付這些政治反對勢力 或反對行動的場面 基本上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剛剛星期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觀察 其實都可以有一些隱憂 對於香港市民參與一些示威行動 或者一些抗議行動的時候 其中一個觀察就是 其實當晚六四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 很明顯坐滿六個足球場 再加上草坯 再加上幾個籃球場 都基本上超過15萬人 這裡就不是說到人數多管問題 而是警方安排問題 譬如在當晚警方安排裡面 都給我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我知道其實當晚是未滿 或者其實維園整個場未爆 但其實你會見到 警方很早已實施了一些措施 是要這個參與者不斷繞圈繞路 才勉強入到維園 這個就不只是對付支聯會 其實是一般的常態 警方覺得他不停走多些路 就會可以疏導到人權 控制到人權 連銷市場都是這樣 不過連銷市場有些人就不理他 有些人感怒而不感言 其實連銷市場搞到這麼大件事 就是因為他的人流管制 譬如你在天后那邊集入 你繞好大圈 他覺得這樣就可以控制到人流 對支聯會是否特別看待 可能是 因為我想他的做法就是 他防止大量的人群 突然湧去某個地方 即是他覺得很難應付 如果有甚麼事的時候 但他沒有想到 當你不停引動那些人流 兜兜轉的時候 難免有些平頸位 有平頸位的時候 如果是發生意外或者有些人有誤會 有恐慌的時候會踩死人 剛才徐妹說過 就是用連銷做一個譬喻 就是其實警方都有控制人流措施 但你說連銷本身 因為那些人其實是不斷走 不斷游動或叫做活動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你和六四祝關晚會 大家基本上去到場坐定 參與整個活動 第一可能性質不一樣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每一年都有六四的祝關悼念活動 問題一件事當然其實 過二十多年 當然有人都有人少的時候 但是那一晚我 最深印的一件事就是 既然警方希望透過一些迂迴路線 希望控制個人 當然我可能很善良去想 就是我不會懷疑警方 作為控制秩序的那個期望 但是實際上去到後來 甚至支援會的大會司儀都說到 警方其實可能有意圖 是阻止一些參與者進去維園參與 這就是香港群眾 沒有鬥爭經驗的問題 支援會都不用跟他爭辯 就是就地在馬路坐 就是我覺得 下一次警方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不讓我入 我就在馬路坐 因為集會不一定要在維園 如果你警方無理阻撓的時候 我們便原地停 就是我覺得你跟他鬥爭就是這樣了 你無意的阻撓 我確定是 或者是無理的阻撓 我便原地坐 坐了在興法街 或者坐了在天后那邊 我看你怎樣 就是等於以前去新華社示威 我們大家可能年輕人都不知 就是在跑馬地出來那裏 現在那間不知什麽酒店 我忘記了 大閘門還是什麽 我忘記了 楊壽成現在買了 舊新華社改件 如果不行就在馬路坐 我覺得在馬路集會又不是很差 我覺得其實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你不抗爭是他不會改變的 如果你這樣攔阻我的時候 我就坐在那裏 我想群眾本身 或者參與者本身 有一件事要記住 就是既然你參與的話 就算我因爲某些原因 譬如可能警方阻撓 令你入不到場也好 其實你是有方法 是用你一種形式的生意 譬如大家就坐在那裏 不動 然後大家在職場那裏繼續參與 在這情況之下 其實你是逼到警方 不敢再用一些手段 去阻撓一些想參與的人 繼續參與 如果大家因爲這樣 警方要我兜路 不走了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 如果說二次這樣做 很簡單 03年的大遊行 三十幾度 警方在維園 不停地限制人出來 搞到混亂 接著去到 這個 這個 這個疑磊街 接著再出去 牽連司徒的時候 他都是放三條線 刻意的人自己 推開了六條線 是吧 是吧 有些海皮去 老實說 這個曾偉雄 這個人 就覺得他是無上權威 我覺得 這個妄夫 這個乾癖自容的人 當全世界被他管的人 都是賊 這樣的方式 去執法 絕對不可以 我覺得 曾偉雄這個人 最多可以做三四把手的人 他去管理香港警隊 一定是不可以的 是吧 你人流控制 不止控制 人流的速度 人群的情緒都是 是吧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曾偉雄 我覺得 給他做的真是大鑊 現在你始終有一鑊 就會爆煲 是吧 即是如果你是 即是又是這樣 你便衝突 是吧 我覺得 曾偉雄 不知他想怎樣 他是不是想試一下 他的震暴力量 是吧 我不希望就是說 警方因為想 希望透過激發示威 透過高壓的鎮壓 而令到整個香港 變得氣氛很差 又或者令到 嚇走一些想參與的人 當然其實 如果一名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在現在這個政治環境 當然敵區政府希望 用和諧的手段 或者高壓的手段 即是 無論是鎮壓 恐嚇 甚至是 將一些示威抹黑 希望一些未參與的人 去到抗拒 批評 參與的人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或者覺得參與本身 要付出大代價 這個其實 沒有可避免的了 問題是 如果你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 去到參與這些示威的時候 不是叫你犯法 但是如果遇到一些不合理 或者一些無理的安排 或者無理的一些 就是勸了的時候 其實不是完全沒有方法 去到處理的 其實簡單到就是說 我不動 我坐在原地 就在這裏職場去進行悼念 其實都已經給到警方壓力 而不是因為警方的安排 而嚇到你 或者令到你覺得很麻煩 接著走去 我覺得其實支援會要跟他說 如果你再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群眾被迫在場外集會 就由他負責 如果你說支援會本身 當然你當日好像在場地 我在不得生街附近 其實似乎當日作為主持的李卓人 這是個人意見 各位覺得對還是不對 就交回你們去判斷 似乎我覺得支援會的負責人 肯處理這些跟警方之間的安排 似乎是真的太軟弱了 很明顯一件事 譬如說你就算叫作罪人 對於警方這一種非常之有問題的安排 作出一個傳遞表態 在台上說就可以了 是嗎 警方方向 警方下面的方向 是嗎 即是李靖大聲喊 有儲備拍出來 曾偉紅聽不聽到 是嗎 我覺得就不用疼這個木水了 他未必是個壞人 但江碧智雄就很清楚 他覺得他有絕對的權力 他覺得警察是一個 絕對的權力是一個震步的機器 是嗎 你是一個密度這麼高的城市 你這番中搞出事 第二 你這樣的態度亦都錯了 警察是要來維持秩序 不是要來壓制群眾 是嗎 別人的牆內秩序要維持到 是嗎 老實說 警方真的可以維持到 那十多邁的秩序嗎 他都不想 只要快鏡 他那天在阻折街 又弄了新措施 找些鐵欄攔住 即是不讓人走 要分泌 被人拿開了爛 所以我想 如果你說接下來七一 即遊行本身 作為一個組織者 或者作為一些相關參與人士 我想六四本身那天的觀賊和經驗 都很大程度上 如果你說當日 警方真的會用一些 明暗的手段 去阻止人參與七一遊行的時候 我相信主辦單位本身 如果再用一種軟弱 或者是一種即是凌刑的口問 或者是態度回應警方的話 我相信很可能 只不過會令到形勢更加嚴峻 我覺得其實現在第一件事 資源會和其他黨派 應該立即去警察總部抗議 今個星期二 整個大型集會的坦白 怎麽說這麽多 然後發起全港人通緝曾偉雄 去哪裏就找他 是吧 他不知自己當自己是什麽 是吧 他只不過是一個拿公帑 負責維持秩序的人 是吧 有什麽這麽厲害 老實說 香港有很多東西你捉不到 他有很多維持秩序 維持不到 是吧 私煙你做到嗎 是吧 有些明框的罪行你做到 根本做不到 是吧 那些他不會做 所以我想大家都特別留意 就是可能 可能無論是六四之後 甚至七四之前 我不知道會否有一些 大人的示威集會 但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 警方的行動 在你自身認為可能的範圍裏面 都應該表達一些自己對安排不當的不滿 他現在曾偉紅的做法就是不停地騷擾 以及打示威者是很清楚的 他就覺得他要維持法紀 但問題是他的腦子是生癌的 他不明白示威者不是賊 你去抓賊你當然是消滅罪案 你覺得示威是犯罪嗎 一定要理他去理 是吧 現在曾偉紅要處理這麼多的治安問題 他不會先處理 香港有很多治安問題 剛才你說到警方處理這些示威 或者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之前有一些示威者 用一些先鑑科技 譬如說他把一些雷射的燈打進去 一些可能是中聯辦 甚至可能是解放軍總部一些建築物 然後警方就說 你這樣做其實可能是破壞公眾秩序等等 當然其實很多人聽完之後都覺得很… 這個打過官司的 紐陽 輸了 政府 當然你說擾亂公眾秩序就任你所說 是吧 如果你說那個人是侵犯這個… 如果投射下去的建築物的業主的業權就一定是錯的了 那你當然如果用你的方法用殖民地的方法 凡是最重都叫擾亂秩序的了 是否會反彈 作為一代的領導 因為去世而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 當然其實… 那我就不道亂了趙紫陽 趙紫陽被人憂禁了十幾年 這很簡單的道理 我覺得大家懷念華叔我當然尊重大家的感情 但是 施耀華和六四的英靈比 和趙紫陽比就無法廢了 這個我說都可以 是吧 他還有空去寫 他還有空去寫自己那個回憶錄的罪 他安排了後事 是吧 錄定了 其實那天播了很多 其實他生前錄定了一些片段 講回整個參與六四導演活動的經驗 觀察 當然我想大家對於華修或六四導演活動 都有自己的評價 但是其實已經二十幾年了 整個六四導演活動 我慢慢都會見到 其實整個活動本身 都開始有一個質的變化 由以往我從九零年代到二千年中間 其實我自己的參 特別我自己本身有參與過台灣的一些競選宣傳 或者一些政治的一些集會 我可能跟你說就是五六年前的六四導演活動 我是悶的 即是太悶 為甚麼呢 即每一年基本上很指定就是唱過幾首歌 即是指定那幾首歌 然後指定就是可能一些錄像 或者一些訪問 喊幾聲口號 喊幾聲口號 燒一下東西 喊幾聲口號 即是兩三年前開始 開始有些比較年輕的人參與 有所謂青年 青年組的班 即我們叫做青年資源會 資稱組 資源會慢慢開始有變化 而今年甚至我們會見到很多 譬如說一些音樂的元素 又或者見到其實在節目的剪輯 製作方面其實都花了一些心思 某程度上我會覺得其實作為一個主辦者 不能夠再留意在二十多年前 只喊口號唱歌 喊口號唱歌 再喊口號再唱歌 作為聯繫到一群人參與的那種方法 所以我想這裏其實都要很肯定地 都正面地評價今年的假六四活動的那群人 其實他都有很花心 當然其實因為 這個改革是大家都認為要的 副審議師都認為要的 其實資源會在03年之後 他是改變了很多的 第一他先參加香港的政治事務 這就絕對不參加了 第二就是他跟其他團體的聯繫多了 就是比較包容一些 這個是很清楚的 不是很像以前那樣內向和封閉 是很清楚的 還有剛才你之前說過 就是其實 就是 我會想到資源會本身 其實只是跟六四有關 但是實際上其實 就是 這幾年慢慢都會說到 就是不僅是六四 更加重要的是 就是國內的民主運動 又或者甚至 或者甚至香港的民主運動本身 我想資源會本身都不能夠 完全去不提自己的位置 或者站在哪裏 這個其實 就是 我們說到 當資源會本身的 在國內民主運動的時候 是不是實際上 對於香港民主運動是完全視而不見 還是其實去到這個環境 即內地的政治 其實就要到影響香港政治的時候 是不是資源會本身 是仍然都保持 就是我只是跟六四有關 跟六四有關 但你的問題就是 資源會的觸角很慢 比如好像23條那樣 我覺得 今屆的主題其實 其實臨時加上23條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說要立23條 是不是 你十幾萬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這十幾萬人說 反對23條是非常明確的信息 是不是 即是等於 毓民興他2003年 他說董建華我們不妥理 是不是 董建華就麻煩了 所以其實 就是 悼念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你沒有新的主題 就其實是會悶一些 其實現在我覺得 當然現在他們也有少許退 就說可以遲些 其實《基本法》23條我都說了很久 我這個節目也說了很多次 是不是 就是你要敏銳一些 不是說等事情來了才 就是你要先看到整個 動色的動色 人家整個大小的發展 你要提出一個更加明確的主張 給別人知道 即現在在香港裏面 有關中國民主運動 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23條的立法會 會將香港人支援國內民主運動 參與國內民主運動的權利 剝奪了 因為有23條是沒有犯法的 即是被人煽動顛覆罪 有顛覆罪 那些這樣的問題 當然其實剛才長毛也說過 即是支援會本身 再不能夠只是立足於六四這個命題 去繼續維持它的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運作 第二件事就是對於政治發展的話語 其實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支援會本身慢慢都要開始要理解 甚至是參與本土 或香港的未來民主運動的發展 或者討論 而不再只是用關顧國內民主運動 作為一個紡紙 去到將香港民主運動 好像放在某一邊完全不理 當然我想除了支援會本身之外 我想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華叔後 其實支援會都有新的領導 即是當晚新領導的表現 大家在網絡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譬如無論是讀那個聲明的時候 別人會覺得 當然其實每個人參與那個運動 去到表達對於那個運動的一些感情的時候 當然可能用不同的康調 或者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表達的時候 跟你平時說話有很大很大出入的時候 那別人會不會覺得你似乎 好像是有一點點而刻意去做作呢 但是其實當然那二十多年 當然可能時間的消逝 可能那個悲痛沒有 八九年的時候這麼厲害 或者其實可能在那個場合你覺得 你落多少少悲情其實是不可厚非的 但是似乎會不會是找人 去理解你去做一個公葬表達的時候 究竟你表達出來的那種悲憤 是否一種發自內心的一種表達 還是被人覺得你好似似乎刻意去表達那一種悲哉 而一種不自然的感覺 我覺得支援會基本上有兩大題目 一定是不能避免的 就是香港普選的問題 一個就是23字的問題 在香港爭取普選 就是在中國的土地上 用自己的方式去搞民主運動 第二個就是這個23條的問題 我想超聯會必然要對這兩件事 是比其他團體更加堅定和清醒 否則你去處理 你去悼念六四的時候 都講不上什麼的 因為為什麼要悼念六四 就是我們覺得六四人死的目標 還未達到黨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政權屠殺人民 這個罪惡感是 所謂罪行滔天 這個黨仔說的 譴責他 所以其實如果支援會在這個問題上 沒有發展是不能搞的 尤其是 上一個問題就是 他現在說搞紀念生學革命 一百週年 一個真是紡紙 其實很奇怪 那晚你突然提示 為什麼擺了這個生學革命 一百週年作為 整個悼念六四的部分 其實都 現在拘捕不到街 我記得 民主黨 和之前好像都有參與一個 新海革命 一百週年的研討會 所謂研討會 請了 孫中山先生的親屬來 他說共產黨做得好 我覺得真是好笑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覺得他的意見 當有言論之後 但如果你不駁他 就好過人 第二個就是 生學革命本身的意義是什麼呢 和支援會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有差距的 因為 因為生學革命 十次、起義、二十次都是用暴力 那是有問題 而且這個生學革命本身 是要推翻一個現政權 你是不是很認同 其實應該用這個革命、暴力、起義 作為一個推翻政權手段 很明顯一件事就是 你不清楚歷史脈絡 你借一些歷史事件 作為一個悼念活動的部分 如果使用不當的話 其實被人覺得 你對歷史不認識 其實都幾兒笑大方 所以很大程度上 你說如果說到 用這個生學革命 和這個六四悼念活動 拉上關係的話 除非你可以說到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清朝和這個中共現政權 其實可以說想等好 第二就是說生學革命的 就是革命分子 無論是孫中山 和這個六四的參與者 可以說想等好 第三件事就是說 生學革命本身的政治意義 和這個六四之後 那個就是 對於中國政治發展 政治意義時可以說想等好 否則的話 你強行拿一個 就是二十世紀初的一個政治事件 一個政治的運動 和八九年六四事件拉上關係 而你解釋不到 疏離不到中間大家的關聯的話 不好意思我只能這樣說 你是真的在那裡抽水 不是 他有一個政治問題 解決不到 當你說 即是結束了生學革命的時候 即是你 因為生學革命的 由於生學革命而 產生的政權現在還在世上 那叫做國民政府 那你是否認為他是正索 那是一個政治問題 是嗎 那如果用舊討論來說 共產黨可以說 就是他們搞的新三民主義 是 這個國民黨的舊三民主義 是嗎 所以 即是 是否是這樣 即是 你不能夠 不管 由新海革命 未有新海革命成功之前 到新海革命成功之後建立的民國 再被你推翻了的中華民國 現在有一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對 一定要 你疏離歷史 其實你最簡單 我想當然這樣說 如果我們說給一個同情分給他 就是 起碼他不會用武昌起義一百周年 即是 基本上你會見到 如果你說是親建制的媒體 或者機構 或者政府 基本上他不會用生學革命的 用武昌起義的 起碼不會用武昌起義一百周年 即是 那麼縮鬱 但是你說如果用這個歷史事件 作為一個紡紙 去悼念六四 剛才我說過就是 究竟你對歷史事件理解的深度 是否能夠反映出 事件唐六四的關聯 如果其實那個關係不強的話 你 拿來做甚麼呢 如果你拿來沒有意義的話 你拿來去用 而被一些適合歷史的人 去到發現到很多漏洞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不用也罷了 那麼 其實剛才剛才長毛也提過就是 就是警方的打壓 或者其實 其實就是 其實六四事件 那麼多年的悼念活動 都可以作為 政府對這個 社會抗爭的一個 接受程度的指標 那當然現在未去到一個 政府完全不用忍 用盡方法去鎮壓的時候 但是其實都可以看到就是 政府似乎對這些 就是悼念活動 又或者令到政府 非常尷尬的一些悼念活動 開始都似乎用一些暗的手段 去到說服人不要去參與 當然都很不幸 因為剛才甘假政府 正值這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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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問題都令到這個 特區政府 由上次財務員都很困難 但你的問題就是 特區政府 在這個問題上 他沒有辦法 回應 因為 因為政府如果 沒有靈魂 即是你自己 連想甚麼都說不到 給人民知道的時候 你當然沒有威信 你對年輕人 不要說對成人 很簡單 你即是 鄭玲潔晶 去福建中學演講 六四是歷史長河的 一些沙石 你立得這樣論 你就解釋 甚麼是歷史長河 是不是 一些沙石 甚麼是沙石 這些 這些是 這些是一些 司法語言的說法 六四是甚麼 歷史長河 一些沙石 等於跟葉劉說 這個 中共革命是 起勢磅磅的 是吧 是中國人 翻新的革命一樣 你一個官員去做這個 歷史的 善息的時候 你一定有根據 所以你說他現在 這個 特區官員說 愛國教育 他真是力有不敵 因為問題是怎樣 你怎麽叫人愛國 你自己的史觀 史實都搞不定 何衛歷史的 長河幾點 是否即是說 三年初死了三千萬人 所以死三千人不是甚麼問題 你是不是這樣說 那些是泥沙 反又一次過 有幾百萬人在北大坊 其中死的都無數 那些是歷史的塵埃 文化大革命 沒有鬥死了好多人 鬥死了好多人 所以六四死很少人 是否這樣意思 你說清楚 是甚麼意思 所以你說特區官員 那時 鄭蓮潔晶在處理勞工事務 我都說 怎麽要軟識他 個個都喜歡軟識 局外官走 不好意思 真是好官走了 將來那個不知好不好 多餘 張建聰走時 張建聰是常被升去做局長 有軟識 鄭蓮潔晶 張建聰做常被當老公署署長 他一直不斷升上去 他平調過了教育 那裏 其實我覺得張文江很尷尬 有幾尷尬 我覺得張文江寶、孫明柔那件事 就非常之窩囊 假設 如果在英往那件事 即是說那些家長、校管會 他指責正確的時候 有何理由不是要離職 不是要下台 是嗎 他指責不用了 那他憑什麽說 憑他跟他熟 可能熟的 私底下三天門拍完台 就拿到東西走 可能就是這樣 我覺得你做人的事 你有個自然其說的 的說法才行 其實不是很一貫 有些人就下台 有些人就不用下台 不是大家做錯同一件事 都應該相同的對待 簡單來說 當然你剛才說到 譬如說去中學演講 然後借中學演講大法偉論 今年中學就很少叫我去說六四 不知是否得罪了華叔 我便有說的 當然他都不客氣 說六四 但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你落到中學 和中學生或師生 去直接把這些訊息給他們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其實都很珍惜這些機會 說五四六四 我覺得 讓他們知道 其實你透過主流媒體 透過政府官員 或者甚至是一些政治人物 說到一些歷史事件的時候 不單止是比喻不倫 甚至其實 想著這些歷史事件 希望 進一步 令到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張 能夠進一步伸展 到頭來對歷史事件 不認識 可能是龍口反轉 我想 我想 另一件事 會想到 就是關於這個 剛剛說到六四事件 其實 我想不單止是在學校 教科書 其實 很多時候都會用一些 新媒體 或者一些網絡 其實之前都在網絡上面看到 好像應該是教協 做了一段片 將六四事件的論論去脈都要交代 當然在網絡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人 將一些 譬如說六四 以往一些外國媒體的一些 影片放上網 所以其實 你要知道六四事件的 不同說法 無論你說是中共的說法 或者是一些西方媒體 即是第一手報導 其實不難 但是究竟 你說六四事件的時候 其實反映到你是一個什麼態度 或者你是什麼心態 其實更加重要 剛剛之前 其實都有看過幾年前 有兩個黃銀學生 竟然他深信六四事件 是西方國家 在幕後策劃 煽動一些學生 甚至講到查寧 首先 在六四爆發時候走路 遺棄學生 在天安門 有得學生被他打一聲壓死 竟然有些學生 即是一個所謂名下學生 會相信 即是官方這種說法 甚至 即是 很 面都不同的樣子 去公開這樣說 當然我想 經歷過六四人 就覺得很吃驚 或者覺得 你竟然 後顏無恥 膽敢 連一些這麼大的謊話 都可以 若無其事這樣說 但其實 如果沒有經歷過 一些這樣的事件 或者這樣的經驗的人 其實他相信官方的說法 其實是不出奇的 問題就是 在教育界裏面 越是得高望重的人 越狡猾 越不敢出聲 因為中學先生固然 會直接影響他的學生 但那些中學校長 大學校長 全部不出聲 你九大校長 你九校長 連這麼簡單的事 你都講不清楚 你講五四可能清楚 講六四就不清楚 沒有搞錯 難道五四是近些 你都沒有說 即是九個校長 連出來講 一個公道說話都不夠膽 沒得說 即是玩完了 算了 大學校正公不公道 都很大爭議性 但問題就是 我發覺 現在大學很嚴重 即是 沒了實任制之後 很多人都害怕 即是不敢去到盡 因為你一分鐘 沒得搞的 即是 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去教大學的人 他自己的言論自由 都要自我自限 沒得說 你看有幾多大學學者出來說 沒有的 即是怎樣會令到社會 不是不想說 媒體都不報道 怎麼說 其實 這是有些難度 其實 可以做迷死的 譬如說 那不用 即是九大學搞一個聯合的論壇 或者搞一個六四的工作營 這樣就可以 是不是 難 我都看不到有什麼難 或者叫其他學者來大學做一些巡迴演講 或者做一個專題的研究 不行 有很多方法 為什麼你不用呢 連在中大放一個民主女神都不行 有沒有搞錯 你在學校裏面 大把無厘頭的東西擺在裏 就是這樣簡單 你說不行 不過長莫剛剛你講開中學 特別中學生要解六四 其實中學老師是很重要 我只要發現到我自己學生裏面 其實對六四認識的多少 其實跟他中學老師課堂上有沒有說有關 因為六四第一本身不是一個正規 一個正規課程裏面一定要講的一個部分 很多時候用了國格開放就包含了 你可以講可以不講 第二件事就是究竟在教科書裏面 究竟六四佔那個位置 是不是歷史上的微塵 沙石 還是微生物 其實很重要 其實都幾大程度上影響到學生對六四認識 其實很簡單 如果謝寧傑的講法很簡單 是歷史長河的沙石的時候 你便處理了它 既然現在是沙石了 那又何必這麼害怕呢 沙石為何不讓人說呢 不讓人知道呢 這是多餘的 如果共產黨覺得是沙石 便處理了它 不過它又處理了 處理了我們已經做了正確的決定 我們不改 今年反而沒有怎樣說 民間有不同的意見 你給不給別人說呢 所以我想其實六四本身 可以說是說不完 但如果你說有一些政治人物 有些官員 一時又說沙石 一時又說沒有死過人 一時又說西方背後煽動 第一 你究竟有沒有 當然其實我不期望政府官員 對歷史很認識 純言只不過是一個政治表態 又或者要交差 但是你向著中學生 達出這些訊息 你其實作為一個長官 作為一個成年人 有沒有盡過一個講事實的責任 我想連最基本 即我不會說到這麼高層次 就是拒失歷史 我起碼認識過他很多 但問題就是 連最基本 一個道德的責任 你都符合不到的話 即不提也辦 這些便是嫁懷細路 其實他說 我嫁懷細路說很多次 這些便是很精彩的嫁懷細路 即是說 以謊言 以這個默寫的謊言 去掩蓋血寫的歷史 這個便是他所說的 那你 在高等教學裏面 大部份的人 竟然可以不理 那當然是大件事 其實就等於 有些人選沉默不敢說 然後說你不說Benson說 Benson肯說的 甚麼都說的 然後他就不說 當然他不說背後有很多原因 怕回不了大陸 和大陸的學者不能合作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支聯會的歷史 都搞到一塌不同 因為明報周刊出了一個 回顧支聯會怎樣成立 和開初的事情 其實支聯會怎樣成立 現在在香港 都是磨碎的事 所以其實是要花點時間 整理和疏理 就是在香港過去二十多年 支持民主運動的歷史 我想這裏 如果你說到六四集會 如果做這件事 就施奧華很大件事 施奧華在八九年之前 完全不參與 施奧華是一個很遲成熟的學生 超齡學生 當然大家要留一天 但他就很厲害 一考就考了狀元 好 狀元 好了 因為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你說到六四集會與支聯會 的關係 我想將來有時間 可以分幾集 慢慢和他做一個歷史的梳理 向左網站直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